霹雳小組全副武裝鶴槍實彈來到住宅公間 裡面裸著上半身的男子還躺在床上糊糊大睡 看見大批員警前來從睡夢中驚醒真的嚇了一跳 原來他是詐騙集團成員 警方調查身份赫然發現他竟然還是前全級國手鍾俊安 曾經在2006年杜哈亞運57公斤量級獲得第五名 沒想到退役後進輪為詐騙集團共犯 而這回警方一共逮到五人 誠信嫌犯為主嫌另外還查扣到毒品咖啡包一共200包 據了解被害人是一名誠信婦人 他在臉書滑到名人陳文茜投資股票操作廣告 不宜由他跟著投資到銀行零貴汇款400萬元 結果發現是詐騙 新北市警方巡線追查逮到五名嫌犯 以違反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刑罰加重召器罪移送 其中這名全級國手因為擁有精壯身材 加重詐騙集團就是負責拘禁監控被害人 風光一時結果為了金錢挺而走險 令人不生唏噓 將他們知道的事 hardware 我已忘了你 給你入 FUCK liber閉 算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